亲生女儿蹲在地上拉爸爸,父母却在一旁守着 完事后,母亲将爸爸装进塑料袋里,然后递给了父亲 只见父亲用力向上一扔,爸爸就被扔到了洞外的地面上 原来这一家三口竟是住在深井中 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井口,面无表情地看着下面 你可能想不到,井里这一家三口正是小男孩的亲生父母和姐姐 父亲看见了儿子,大声呼喊让弟弟找梯子救他们 但男孩像是没听见,往井里扔了些食物和水,就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三人快崩溃了,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一觉睡醒就从家里到了井底 儿子又为何不救他们,因为这一切都是男孩干的 男孩原本跟父母和姐姐住在一栋大别墅里 父母事业有成,每天各有各的事情要忙 姐姐每天跟男朋友包电话粥 男孩则是每天按时睡觉,起床,上学,写作业 不能随便打游戏,更不能玩手机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太无趣了 或许没有家人他会更快乐 这日他无意间来到一片森林 发现了一个40米的深井 井壁有水泥铸成,十分圆滑 凭人力是绝对爬不上来的 于是他有了个绝妙的计划 晚饭时他给家人下了腰 确定所有人都睡熟之后 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房间 放在小推车上 投入了森林中的深井里 井里的三人正在想办法自救 他们用跌罗汉的方式往上爬 可惜井口太高 三个人迪在一起也够不到 男孩为了体验成年人的生活 把父母和姐姐关进了森林中的深坑 没有了家人的管制约束 男孩立即放飞了自我 他拿着父亲的银行卡 取走了一个小目标 买了一大堆炸鸡解决吃饭问题 借着好值钱金买了一台顶配电脑 窝在卧室里打起了游戏 这下没人能阻拦他了 而井里的三人可就倒了大霉 夜幕降临 天上下起了大雨 深井根本没有顶 他们被淋了个透心凉 雨停之后 男孩背着一包衣物向深井走去 他可是孝顺孩子 要是父母着凉了可怎么办 母亲和姐姐殷切地看着他 男孩依旧一言不发 扔下一物就走了 他觉得总是一个人玩没意思 于是叫来了小伙伴 他们在家里打游戏 饿了吃汉堡薯条 玩够了游戏就去泳池嬉戏玩耍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再也不用听大人们啰嗦管束 两人玩的进行 早把深井里的家人忘在了脑后 母亲饿得受不了 只能啃烂香蕉皮果腹 当然最尴尬的还是上厕所 姐姐方便的时候 父母只能面壁 朋友不能一直陪着男孩 他还是有父母管着的 于是男孩在送朋友回家的时候 给了他一搭钱 因为朋友陪他玩得很开心 他要像大人一样给他报酬 家里又生了男孩一个人 这下他总算想起了家人 连忙放出无人机 查看父母的情况 父亲气得破口大骂 你可真是个大小子 这是我见过最孝顺的儿子 为了不被家人管束 直接把父母和姐姐扔进了深井 自己跟小伙伴玩得网乎所以 一连几天没给家人送食物 饿得母亲吃烂香蕉皮 这天母亲的闺蜜来到家里 她一直联系不上母亲 有些担心 男孩说她爷爷去世 父母带着姐姐去奔丧了 成功将母亲的闺蜜 打发走 而景体的三人 已经无聊地开始玩泥巴 但这混合了粪便的泥巴 味道似乎有些奇怪 可他们已经被困警敌两个月 早已不在乎这些了 母亲的闺蜜又来了 发现母亲还是不在家 奔丧也不用奔这么久吧 她尝试不打母亲的电话 发现来电是从房间传来的 她瞬间想到了什么 连忙选择了报警 警察过来查看 男孩就锁上房门 躲在家里 除了一台无人机 警察什么都没查到 男孩继续过她的一人世界 可她却觉得越来越孤单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 打游戏就是趴在泳池里装死 晚上无聊的躺在沙发上 操控着家里的灯光 搞得像闹鬼了一样 第二天 她穿上父亲的西装 来到了深井旁 母亲看她状态不对 急忙上前安慰 男孩依旧一句话也没说 就离开了 可过了不久 一个梯子被慢慢放了下来 被困两个多月的三人 终于重见天日 本以为一顿男女混合双打 是少不了的 结果一家人像没事发生一样 好好的坐在一起 吃着晚饭 各位如果这熊孩子是你家的 你会怎么教育他